他三知识可攻错 华林市公所从26号开始 一连三天将举行公有零售市场 现外观摩研习活动 由市长魏佳燕来率团 而首站是来到了台东市 第一公有零售市场进行交流之外 其他则是将在着重在高雄市著名新级优良市级 也包含了五星市级龙华公有零售市场 以及其后观光市场 严存第一公有零售市场等等来进行观摩 台东市第一公有零售市场 有成中央市场 是台东地区规模最大的传统零售市场 共计有249个摊位 贩售种类相当丰富 而这也是华林市公所公有零售市场 现外观摩研习活动的第一站 收到台东市长陈明峰及其团队的热情欢迎 那我们中央市场是一个非常传统的老市场 大概有60年有了 那这次选择到我们台东来 来参观我们的市场 我想两个市场 花莲市场跟台东市场互相比较 一定有可以吸收一些比较好经验的地方 所以我想来到我们这边 可能没有可以找到你们最想要的 但是可以有所比较 把我们的好的带回去那边实施 那我们也得到你们的经验交流 我们也会把你们的好的经验 拿到我们台东来 做一个互相的交流 紧接着花莲市参访团案则抵达高雄 着重在著名星级优良市级 其中高雄市龙华公有零售市场 已经连续两年或经济部平和为五行优良市级 由传统生鲜市级转型为美食导向 市场内饮食摊比例超过三分之二 而舒适的整体环境以及电子支付的高覆盖率 也让龙华市场人潮从早到晚 若一不绝 我们市场就是配合政府的政策 不管经济部让我们 说我们的市场的那个洗碗机的工程 还有一些地沟的改造 然后一些美学的方案 甚至于节能减碳的太阳能的装置 我们都是一直配合市政府 还有经济部的所有的政策 让我们市场也加入了LiPay 我们尽量都用电子支付 当然相辅相成 这样子我们市场就年轻人 就比较愿意进驻我们市场 也让我们的市场垃圾不落地 之后我们市场才能得到这五个新的荣耀 早上一个市场跟下午一个市场 其实我们收益蛮多的 那尤其是也谢谢我们的台东市的 呃陈明峰市长 特别出来跟我们所有的 呃我们老板跟老板娘问候 那下午也要谢谢我们的林处长 那其实我想呃台东跟高雄 都是我们呃参访的一个 可以学习的一个对象 那尤其下午也是我们呃 融化市场这边有非常多的一个美食 那刚刚进去兜了一圈 那真的是非常多人 那未来我们也希望说 藉由这样的观摩 未来我们花蓮市也可以打造很多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复合式的市场 传统市场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 为了向各地优良市集学习借禁 施工所年度办理线外观摩 出外参访的人员除了市场所同仁外 也特别邀请花蓮市五座工友市场 自治会主委副主委和部分摊商共同参与 来充分达到交流目的 也更有利于往后推动改建的共识 让花蓮市公友零售市场 持续提升与进步 记者许立晴高雄市报导